46. 承布Ive攀授兩名雅各得24萬獎學金環保先鋒獲之助 符英升學 2015年7月13日港民A06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高級民憑畢業生如林峰 以及電信及網絡科技高級民憑畢業生陳嘉詠 今年獲得2015賀維雅基金會獎學金 分別獲得最多24萬港元資助 涵蓋學費、住宿費、生活費、來回機票費用等 已到英國繼續升讀大學課程 本部《港民報》報道現年20歲的余林峰 中學時後選修地理科 他感受到香港大自然環境美麗的一面 故立志要修讀環境科學 希望將來可以為環保方面做出貢獻 而他今次獲得2015年賀維雅獎學金 將前往英國普利茅斯大學Plymouth University 修讀環境科學 之後再攻讀環境評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碩士課程 他直言若非獲得獎學金 根本不會到英國升學 而他計劃日後投身工程檢測評估 環保標準系統裝置等工作 與余林一體推動環保他又分享自己 在2014年參加人愛堂極地之旅 到亞馬遜亦帶余林考察 看到獨箭話、偷刺碟、數字蝴蝶等多種生物 自己眼界大開 看到生物的多樣性 並認為本港氣候同樣適合發展生態 將來會致力推動環保 更形容自己已經根與林榮為一體 曾放棄為後得師有鼓勵同樣是20歲的陳嘉穎 是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電信及網絡科技高級民憑畢業生 他獲得獎學金後會到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攻讀為期兩年的 榮譽計算機科學 B.S.C. Hans in Computer Science Network學位 並打算在畢業後繼續升學考取碩士學位 朝著教育界方面發展 他指出自己至少熱愛電腦遊戲 最深於電腦程式、網絡系統開發、電線以及電腦網絡接播 但爭質疑自己是否適合這個專業 因最初不懂正確運用力度 引致手指有破損 一度想放棄 行得到同學與老師的鼓勵 更於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4宗的資訊網絡報線 擊敗一眾男參賽者 賀維瓦基金會獎學金2004年設立 為修讀應用科學、工程或資訊科技學科全日制高級民憑畢業生 提供高達24萬港元資助到英國升學 至今已有餘九十人受惠 。 等於鼓勵 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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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计 評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